针对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3月1号到7号第8度访问台湾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民书长林廷辉表示 莫健在蔡英文就职典礼前来台 一定是来关心蔡英文就职演说的内容 也会抛出有关美国猪肉牛肉开放的议题 因为美国今年11月也要大选 特朗普寻求连任需要美国农业现实的支持 蔡英文获得817万高票胜选 美国会希望蔡英文当局积极处理这个议题 香港中评社3月2号发表快评指出 林廷辉点出了莫健此次来台的主要目的 第一点是传话提出要求施加压力 第二点是了解蔡英文的就职演讲内容 尤其是有关两岸关系方面的表述 中评社同时指出 根据近几年来的观察 美国不会担心蔡英文当局在两岸关系方面损害美国的利益 相反相信蔡当局会继续深化亲美顺美 以及配合美国制衡或抗衡大陆的路线 美国完全不会有这方面的疑虑或担心 在完全不用担心政治利益受损的情况下 美国会设法增加在台湾获取的经济利益 并继续施加压力 除了继续军构之外 就是希望台湾开放美猪美牛的进口 并且要在蔡英文高票连任初期就取得进展 正如林廷辉所说 美国今年11月也要大选 特朗普需要美国的农业现实支持 蔡英文高票连任 美国当然会给压力 要求蔡当局赶紧处理 而且希望在美国选举前就有答案 中评社还指出 美国猪肉牛肉进口议题极为敏感 争议性极大 已经拖延多年 蔡英文当局能否顶得住美国的压力 会不会不顾岛内民意 及业者的反弹职业开放 影响会如何 这些都还值得继续观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